一定要记住啊 猪脚买回来 不要只会拿来红烧或者炖汤了 天气这么热 教你们做酸辣柠檬猪蹄 酸辣爽口又嚼劲 首先八块一斤的猪脚多成小块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放葱姜 八角桂皮香叶 一大碗料酒去新增鲜 重点来了 一定要开小火慢煮 这样才能受热均匀 猪蹄内部残留的杂质 才能释放出来 我每天分享做菜小技巧 给个红星红米一下吧 非常感谢 贴去浮沫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二十分钟捞出 放入冰水里面浸泡 热胀冷缩的原理 能使猪蹄吃起来更加的K弹软糯 粉干水分加小米辣 蒜末 拌的柠檬和香菜炖 倒入一包泰式风味汁 其他什么调味品也不需要放 用它来做柠檬鸡肘 柠檬虾也非常的好吃 用我的猪蹄把猪脚翻拌均匀 放冰箱冷藏半个小时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泰式柠檬猪脚 酸辣爽口 学会了赶紧去做吧